我是鲁一新来自台湾台北 我是一名职业律师 我还在海仓人民法院担任台胞调解员 同时呢也在这个金谷域外法查明中心 担任一名这个法律顾问 比较专注的领域就是主要是在 涉台还有涉外这一块 台青鲁一新从台北科技大学毕业后 2020年来到大陆发展寻梦 他说大陆经济正蓬勃发展 企业法律服务需求也在增加 这给青年人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和空间 专注在知识产权这块领域 当时因为觉得说台湾这么小的市场 其实传统的业务是非常饱和的 大陆这几年这个产业迅速的增长 然后迅速的升级 那相较之下会带动很多领域 比方说法律服务的一些新的机会 这是我们平台 然后你看他是可以直接从上面 就是查取这个法律法规 2021年鲁一新在大陆顺利通过司法考试 取得法律职业资格证书 从事域外法查明工作 协助搭建海思域外法查明线上平台 2022年他成为海思中央法务区建设以来 首位申请获得专项人才奖励的台胞律师 当时其实也觉得还蛮惊讶的 也还蛮感动 就是说法务区这个鼓励尽他们的可能 然后尽量让我们台胞律师 能够在大陆顺利的就业 在知识产权领域不断精进的同时 鲁一新还关注于生态文明建设 正计划打造一个服务平台 结合自己的专长 帮助企业进行碳排量排查 碳合规查明等 我们推出这样的一个碳水领航者的平台 能够帮助有意往外走的中国企业 在国内以及国外 都能够清除当地的碳水相关的法规 然后做到合规 然后为这个出口企业 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作用 鲁律师我有个问题想要请教你一下 随着业务不断发展 鲁一新致力成为两岸交流的桥梁 他接洽厦门的闽台创业基地 为台清台商普及法律相关知识 提供公益性服务 在海仓人民法院担任台胞调解员 参与调解过50多起纠纷 积极参与到海峡两岸司法实务研讨会等活动 提出建立两岸法规查明机制等举措 他说在交流中 他的视野不断扩大 两岸同胞也进一步交流 交情交心 那我其实觉得是还蛮荣幸能够参与到这种两岸的法学界的这个交流 因为能够做到说成为这个两岸沟通的一个桥梁 希望未来就是两岸的交流可以越来越密切 然后在各方面的领域都有更加密切的合作 让我来越来越多了